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,同期,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么一段言论,我国政府发表声明,郑重宣布,中国在任何时候,任何情况,下毒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。 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,世界各国,尤其是英、美、法和前苏联都有什么态度呢?来一起看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,当时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,被国际社会孤立,当时就连苏联也孤立中国,美国听到中国在研发核武器,甚至独此威胁,要和轰炸中国实验室。 所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,各国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,1964年10月16日下午30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,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世界,当时各国都十分震惊,因为他们知道,当时中国一穷而败,所以苏联专家也才会拍着修复保证,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。 不过中国原子弹爆炸后,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孤立中国,而且正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陷入下台风波。 所以,苏联在报纸很小的一块地方,报到了中国研制出原子弹,却用了一个大版面,来报到澳大利亚反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事。 英国对于中国增强实力的事情,往往都是一个态度,对中国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,深感遗憾。 事实告诉我们,只有西方国家的遗憾越多,中国才不会有鸦片战争,带来的百年屈辱。 如果,当他们不受遗憾时,就是我们遭殃的时候,当时一直威胁中国的美国。 反应特别有意思,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文章。 中国依然是贫弱国家,不足为止,美国还是会保护加州国家之类的话。 不过不久之后,美国就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,选择与中国建交,日本等国也纷纷选择跟中国建交。 此时,苏联才后悔把中国逼上了对手,当时只有法国给出了一定的好评。 法国媒体评价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,一夜之间,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。 从原子弹到清淡,美国用了七年四个月,苏联用了四年,英国用四年七个月,法国用了八年,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。 就这个数据,就值得我们骄傲,感恩老一位科学家,如果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来谈的话, 我们国家的科学,在很多方面,都还在别人的后面,特别是和一些发达国家来比较的时候。 但是我们的科学精神并不是没有,而是要有一双一发现的眼睛,然后脚踏实地的去按规律办事,拒绝前规则,弘扬正能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